回應一下今天即將去動工的元朗 這一塊青年宿舍的用地的情況 大家都知道這個政策是2011年 當時時任曾蔭權政府提出的青年宿舍的政策 2011至今就八年了 八年下來才是動土的 另一個計劃就是在大埔 今年年中才會有80個單位落成 另外還有四個都是未有著落的 六個計劃只是走得這麼慢 我覺得整個政策是一種給人的感覺 急驚風雨著漫囊中 政府經常都說沒有地 蓋樓 現在有地蓋樓了 人家把地給你了 曬太陽曬這麼久了 你仍然是探萬版的呢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給人的感覺是很莫名其妙 當然我剛才也提及到 那個規模其實很小 是很小的 今次這個好些 有1200個單位再有 但是年中落成的只有80個 現在這個 今天動工這個 幾年後才有1200個 另外那四個就 直接沒有影 什麼時候落成 什麼時候動工都不知道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政策 基於規模這麼小 那個幫助其實是很小的 那另一個問題是什麼呢 我覺得政府在今次 那個政策上有一個做得比較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都搞亂了到底這個 到底是一個房屋政策 還是一個社會福利政策 因為如果作為一個房屋政策 事務局去推動的 就找一些資源機構 作為發展者 發展商 我覺得這個 也是令到今次這個項目 萬上加萬說上加商的原因 來的 原因是什麼呢 你找了一些 不熟行的外行的主導整個計劃 那市民未做過土地發展 未做過建屋 未做過一手包辦 又設計又建屋 跟著又出租的資源機構 怎樣做發展商呢 在這樣的情況下當然是慢 如果交由房委會 或者房協這些專業的 建屋的部門去做 我相信時間會短很多 根據平均的建屋時間 由一塊吉地交給房委會 和房協 如果不是很特殊 譬如今次這個農地的地段 大約是五年已經見到樓 但現在八年 今天才動工 即是說 建得樓來 見到樓來 隨時超過十年 這是很諷刺的 青年宿舍本來是 應青年所急的 2011年 我當 最小的幾個 十八至三十歲的青年人 三十那些已經沒有望 超了0 但是就算2011年 當時是十八歲的那些 今天也很問美 因為 起得來 我相信他已經超零了 到底這個政策 是否只是急市民所急呢 所以我說他是急驚風 以著漫廊中 以及政府這樣探望板法 有地都不起樓 其實是一個很浪費資源的情況 我希望他不要再錯配了那個部門 以及不要搞亂政策目標 政策目標 如果你說明是房屋的政策 請他加入房屋的專責部門去做 並且提供適當的協助 不要現在交給那些資源機構 等他沒有經驗的情況下 慢上加慢 跟著民政事務局也看不到 有些甚麼這方面的專業能力 可以協助到他 我覺得應該成立一個 青年住屋的階梯 去到專責協助這些青年人 去有機會去上樓 同時成立一個專責委員會 透過發展局、運防局去到跟進 才可以解決住屋的問題 尤其是現在的青年人輪候公屋 時間其實是很長的 他們輪候公屋的時間 由18歲開始輪 大家都真的猜不到震驚得很厲害 去到40幾50歲才有派屋機會 這是真實的數據 所以他只是沒有出路 所以青年宿舍雖然數量少 我批評他 但我希望他都可以加大那個力度 加大那個規模 並且加快那個速度 讓青年人真的可以有一個喘息的空間 How do you think it would be much faster the progress would be much faster if housing society or housing authority is in charge of use? I think this youth hostel policy is a little bit weird to assign the HAB the Home Affairs Bureau to follow up and then assign the responsibility to the NGO to be the builder to be the developer that is unusual and it costs time cost for the project development because they are not familiar to the whole process which is highly expertise and technically required so that's why since the policy announced in 2011 up to today after eight years they start to lay the foundation today it is very ironic I think so I hope that the government can stop this mismatching process and try to assign the housing authority or the housing society those are the professional developer of the government or the and they have the specialty in this area so I hope that the building process can be shortened so that the young people can have a proper accommod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as fast as possible okay thank you